設施被破壞 工人被打傷 大午集團的創辦人孫大午覺得 好不可思議 孫大午說自己很愛國 但創業35年 為國家心傷了好多次 2015年集團研發出一款 叫金鳳蛋雞的多產雞種 並且獲得國家專利授權 孫大午質疑 評審之一的國家蛋雞 首席科學家楊寧 之後仿製了他們的產品 他們想到北京的法院告農業部 但法院不受理 理由是集團不具備原告主題資格 孫大午覺得內地的法制 不僅保障不住民企 更為企業發展添上層層障礙 你已經報了很多項目 他不批就等著 你都不批 國有企業我估計最容易的多了 民營企業家怎麼可能去當國呢 但是國有企業 他們那些董事長一轉身就是高官 所以他們發展是不受限制的 遺憾的是他們幹不過民營企業 他們競爭不過的 落降那麼領主題 我們是住城沿石 Science 示範有房子 無法陰包括